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研讨会是根据法国共产党领导和越南共产党领导共同提倡的举行的 且在为进一步推动两国企业和各地方之间的贸易与工业合作关系搭建桥梁 由越共中央委员 人民报总编辑阮友顺摔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越南共商部部部长阮海南 外交部部部长阮芳额 越南有关部门领导和在越南投资的法国公司代表等共同参加了研讨会 越会代表一致认为 目前法国是越南在欧洲的一流伙伴国之一 但越法经济合作的成果尚未符合于两国的潜力与需求 另外 越会代表还集中讨论发掘两国潜力的有效措施 降低全球经济危机对越法两国经济以及两国经贸与投资合作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 18日在成天顺化省福禄县林固镇 成天顺化省人民委员会与日本勇望集团联合启动了越日有意临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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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 合作项目的一部分 据此从2010年到2015年 成天数换省于日本永万集团承诺 开展占地面积34公顷 总经费为7.1万美元的 纽翼林植树项目 结晶已终植6.8万颗马站相思树 和1.8万颗其他种类的树木 成天数换省人民委员会主席 阮文高表示 本次植树活动是 用越日两国青年相互交流 学习提高有关保护与发展森林的知识 分享学习经验的良好机会 本社出泰国记者报道 日前越南与泰国专家在青麦取行的会议 就各自国家刀骨大米生产与出口情况 和国际市场的大米价格进行交换意见 会议上 双方还就把生产大米领域的合作 列入面向到2015年签成东盟共同体的总体合作规划之中进行讨论 越南粮食协会代表与泰国大米出口商协会代表 签署了大米信息分享和缩备忘录 越南和泰国都是世界大米出口大国 目前两国控制全球大米贸易总量的50% 今年泰国预计出口1000万吨大米 但在2012年新增设驻台后 该数据可能下降到800万吨 亚泰金河组织将选择我国香港市和其成员国的三座城市 却为其展开规范绿色城市项目的地点 这三个城市可能包括越南 香港 泰国的苏美岛 秘鲁的玻利维亚等城市 展开此项目的目的是通过采用先进环境技术 减少由公共交通系统和家庭库排放的二氧化碳 按据话 亚泰经济合作组织各部长将于2011年10月做出最后决定 日前瑞士日内瓦青春协会慈善机构 举行了关爱之心慈善交流晚会 为越南患天性心脏病贫困儿童签款 求其心脏手术费 越同社驻日内瓦记者报道 越南驻联合国驻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等代表 旅居瑞士的越南人协会代表 广大月桥同报 瑞士企业代表和在欧洲越南世界小姐的冠军和亚军等参加了交流晚会 在交流晚会发表讲话时 青春协会主席伍白俄女士表示 从2003年成立以来 青春协会已通过春花大学医科遗传和残疾儿童咨询办公室 帮助越南全国从2到15岁的100名患天心心脏病贫困少年儿童进行心脏手术 伍白俄女士表示 青春协会的目标是 每年平均伴助10名患上心脏病少年儿童进行心脏手术 据统计 每年越南共有16440名儿童患天心心脏病 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的儿女 根据到2020年展望2030年越南旅游发展规划提案 2015年到2020年阶段 九龙江三角洲地区将吸引全国国际游客总量的26% 2010年该数字为8% 旅游业收入增长率高于游客量增长率达14%到16% 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应配合共同解决所存在的问题 指出正确发展方向 九龙江三角洲优越的地理位置 有利于开阔国内地区和国际旅游市场 本地区拥有自然和抒情江河景观的优势 这等游客更有吸引力 然而这些年来 九龙江三角洲地区少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因为旅游基础设施和劳动力 尚未满足发展的要求 据统计数字 2010年九龙江三角洲接待的国际游客量达120万人次 国内游客量达500万人次 然而游客的拘留时间很短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到本地区观光旅游 旅游业迎加强投资酒店 码头 中和旅游区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国际标准的娱乐场所 如有机会到来我国际园 在茫茫领海之中 跳跃的篝火旁 听着神秘的罗正圣 你才体会到当地人猛烈和奇妙的活力 因此有人比喻罗正是西元人的灵魂 我们一起来看看 西元罗正文化空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正式承认为 人类非物质和口传文化杰作最近近六年了 西元罗正文化空间覆盖宽 加莱多勒多农林同五省 久古以来深沉神秘的罗正圣与西元歌族同胞的生活紧密相连 西元人用罗正圣加松大自然的专美和艺人的渴望 为了让罗正与山林光谷长庆 让罗正文化空间与西元歌族同胞永存不衰 不愧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元人和歌职能机关做了很多事 其中有大力投资发展上去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使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得到温饱幸福 广泛宣传并加紧收集和保护珍惜罗正 展开群众性的罗正研究和表演活动 目前几乎所有西元村寨都有罗正队 在节庆庙会和社区活动为同胞服务 八方游客来到西元都有机会 沉浸在茫茫临海美妙精彩的罗正圣 18日在泰国曼谷中心拉查巴松路后 一万名孔山军成员在街头聚集 降价纪念他之职的前总理他进西纳瓦 被推翻五年的大规模游行 这是从7月份泰国举行选举 爱台党候选人获胜 泰西妹妹应拉成为泰国总理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 泰国警方说 上千名红山军成员 从当地时间15时害时 前往曼谷市中心的拉查巴松路口集会 到第二天凌晨才解散 虽然这只是一场和平集会 但人数众多 所以造成一些路段交通用堵 泰国警方已派1300名警察赶到现场 以维护秩序 另一个方面 就前9月16号在泰国南部 那拉提瓦府发生了连环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4人死亡和118人受伤 在泰国总理应拉刚派遣一位国家警察总署副司令 副纳拉提瓦府 加强当地治安的背景下 这一连环爆炸袭击事件被视为新政府的挑战 除了纳拉提瓦府 泰国南部野拉和北大年两府 也是众多回教人居住的地区 从2004年以来 在这三府发生的暴力事件 已造成近5000人死亡和8000人受伤 我们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下回